红方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阿斯科洛夫 南方是泰国选手亚桑克兰 比赛马上开始 我是现场解说 中收陈佩 我是昆仑爵的宋一杰 我是昆仑爵乔博 好 比赛开始 这是昆仑爵啊 《诸身之战》的八强战之一啊 同样也是两位世界级王者之间的对决 对啊 一个是泰拳高手 一个是在欧洲横行一式的陈吉思汗 阿斯科洛夫 双方打法有所不同 你像这个亚萨克兰呢 主要是利用他这种 左手的左腿的扫提动作 看 而这个陈吉思汗呢 他更多的要用他的这个拳法 实际上这是传统泰拳 对欧式泰拳的对决 在面对于拳法擅长 亚萨克兰也非常重 刚才是连续的两次重拳 陈吉思汗打中了亚萨克兰 面对中泡用选手亚萨克兰之前跟俊才马拉特的比赛 可以拿来做一个比较 亚萨克兰是如何用连续的左腿高扫提来遏制住对方的重拳 还有对于俄罗斯系的选手 是上一场比赛亚萨克兰对阵祖耶夫 也是利用这种强有力的连续的扫腿 以及出色的战机把握的能力获得胜利 但这场比赛 陈吉思汗阿斯科洛夫却有着超强的KO能力 看起来阿斯科洛夫的拳法不错 现在这个阿斯科洛夫只能利用他的一个直线的正灯 控制这个亚萨克兰帮他进身 因为他也担心这个亚萨克兰你看 左腿的扫提动作 他对于这个阿斯科洛夫呢 不是利用左腿的低段位或者中段位的扫提 而且直接上头 因为对方要比大 而这场比赛呢 刚才有两次阿斯科洛夫的防守反击非常成功 就是让亚萨克兰把这个左扫腿踢空的时候 用重拳的防守反击 但是他一味的这样防守是错误的 是的 因为这个亚萨克兰的左腿的扫提 大胜力巨大 最后扫到你最后你那个右手臂根本抬不起来 对 现在看到程庆思汗的右手臂呢 已经是紫红的状态 这样就真正就是客观上就制约了你的这个重拳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主动地撞到机会 通过移动 把聚练拉开 让他那个左腿扫提 失去他的杀伤力 之后靠你的判断和移动 是的 不要站在那儿打这种阵地 等机会是不行的 在上一次库仑爵的索期战 阿斯科洛夫曾经是KO了2014年K1的冠军克尔 有着非常强劲的单拳KO能力 对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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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 就是防止他这个扫腿的威力发挥出来 对 才能有效反击 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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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回合比賽裡面 你看到沒有 雅桑克他的腿法也發生了變化 他不是一味地利用我說 坐掃踢 而且你看 前掃踢上來了 對不對 你往那個右側走 對不起 他倆各自換了個架 是的 這也說明他一面的 對方是 這是有容負的打賽經驗 對 這是一個拳和腿的對攻 阿斯科路非常善於 在雙方打住那一刹那 以重拳可以有對方 同時也說明 俄羅斯的阿斯科路夫 對這場比賽非常有針對進行訓練 他說一旦你左腳踢殺傷我之後 我馬上第二回換架 你看 第二回換架了 然後再換回來 非常地重 而且進行了變線 不再是對於阿斯科路夫的手臂 進行踢擊 開始對於腹部進行踢擊了 對 因為這個時候 他手擋不住這個鞭腿 這個打擊也很重 是的 因為看起來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雅桑克萊 還這麼簡單的腿法 那麼地奏效 就是因為他令人非常恐怖的打擊力量 對 他這種打擊力量 你想克制他 破壞他 只要加快比賽的節奏 是的 你按照這種態勢打法這種節奏 對 肯定打不贏 你就肯定打不贏 你看到阿斯科路夫的身體啊 整個手臂 還有右邊的身體 已經完全紫紅 雅桑克萊還是異常地冷靜 你只要近身鑽進來 我馬上的武器撞你 是吧 對 我不知道你還進不來 所以泰拳的一套體系也是很完備的 對 而且一樣 遠的時候他就用腿 是的 真天生的他就吸 都很強悍 而且雅桑克萊呢 他的拳法方面 也是以重機為主的 你看一旦這個阿斯科路夫一換架 他馬上用千燒嘴打你 你看現在換架了之後 你看他可以要接他的千燒嘴 我不用後大嘴 讓千燒嘴打你 就說明他這個左右架 這個力量都非常大 是的 非常大 阿斯科路夫可能需要打一些 這個主攻的引擎 他氣腿的時候能夠貼進去 打到裡面去 是的 剛才阿斯科路夫呢 也是想用這個低掃踢 來進攻雅桑克萊 但是對於一個泰拳的天王 這種腿法是不動效的 對他當你沒有 連續的掃踢 看起來都是一邊的 擺摔 擺摔非常漂亮 看似都是非常簡單 這種中段掃踢 但是呢 雅桑克萊是非常出色的 這種變換這個高度 和小腰子的效果 你看你下頭部了 我們想在第三回合比賽裡面 儘管現在這個阿斯科路夫換架 是吧 也現在換成鎖式 那麼你換成鎖式之後 你只是換架了 但是你沒有一種殺傷的力氣 到 到 3 5 我們看到阿斯科路夫呢 他的戰架也有點改變 是因為他現在更多的是正面面對雅桑克萊 對 要敢於面對雅桑克萊 你要敢於出動作 先出動作 用你的節奏打破他的節奏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看看阿斯科路夫這種戰術的調整 能不能做效還是中拳打中了阿斯科路夫 他是利用前手拳打破你中段防守 然後加上他的後手直拳 你看看這個雅桑克萊的進攻的線路 你不給我拼腿 那我用拳教育你 非常的全面 非常全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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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科路夫想要再次的主動進攻 現在雅桑克萊是步步緊逼 要到基本這種節奏打 雅桑克萊肯定贏 沒說的 阿斯科路夫現在全 可以說全部的上身都是呈現紫紅的狀態 因為他今天那個 他的拳法的速度被限制住 對 另外呢 步法不夠 他不夠靈活 所以他基本上是硬扛著這個雅桑克萊 是的 泰拳練的就是這種陣地戰 力量非常大 你要通過移動跨解他 對 同時你要把你的拳法的速度打出來 你只是一味的這種打法 按照對方的節奏 好 輸定了 輸定了 他現在打得很難受 非常非常難受 雖然剛剛幾次的雅桑克萊的中段掃踢 被陳吉思汗有爆竹 但是呢 並沒有能夠擴大戰果 沒有後續的動作 現在初選開始有些盲目了 陳吉思汗顯得有些急躁 對 雅桑克萊還是顧顧為盈 今天雅桑克萊啊 他的這種 也不說他比賽節奏的一種控制 他就是說 在你對方換招的時候 因為我畢竟技高一籌 我用的腿法能控制你 腿法控制 在你又準備換上 我用拳法再控制你 他的變化太多了 太恐怖了 所以要多看吉思汗 雅桑克萊比賽才能理解 他為什麼叫電腦鬥事 是啊 對 他對你這個計算中的這個應對 是非常合理的 是的 而且給人的感覺是 雅桑克萊一直以不變應萬變 雅桑克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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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妙地化解 再次的高掃踢還擊 刺拳 雅桑克萊 對 雅桑克萊 對於禪暴的這個卸勁 也是非常的 具有技巧性 轉身邊拳也被雅桑克萊 對於是被識破 今天啊 這個俄羅斯的阿斯科羅夫 打得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三局打滿 這場比賽又變成了 雅桑克萊的個人秀 沒說的 雅桑克萊應該是 三式比二級獲勝 太精采了 雙方是有這種實力的差距 這種差距 我覺得 不僅僅是全球組合的這種差距 還是對這種 波及的這種理解的一種差距 你再變 讓對方手控制你 拿這個成吉三搖頭 我今天打得實在太糟糕 太糟糕了 真是當真無愧的 泰宣殿堂級代表性人物 在賽前的種種的預測 以為這場比賽會是三個回合的對攻 但是又變成了一邊倒的局面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諸神之戰八強的席位 全部都產生了 中國選手戰兩席 那麼其他的就被 這場比賽被許多的搏擊粉絲 預判為 甚至是整個祝聖戰 所有比賽當中最激烈 最精彩的世紀之戰 本場比賽結果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30比27 以及三位裁判 所有選手都會給同樣的賤 30比27 然後這位勝者 在白龍廣角裡 電腦鬥士雅三克萊 再一次證明自己的誓言 不會是世界太戰第一人 好險 谢谢